可以吃饭了 太好了 饿死我了 吃东西能别这么浪费吗 我吃面包一直不吃面包边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果汁啊 果汁里面放芹菜 你是魔鬼吗 芹菜能补充维生素C 还能抗血压 降血脂 对你这种微胖的人来说 最适合不过 你说谁喂胖的 你猜胖的 你眼睛瞎吗 神经病 你喝粥的时候能别发出声音吗 能别转着边喝吗 只要喝不容易烫 勺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你干嘛非要看着我吃 你吃饭的动作和声音 打乱了我用餐的节奏 干扰了我味蕾感知食物的能力 你现在的样子和状态 也严重影响了我的食欲 你身心健康 我已经气饱了 先走 不吃了 去公司吧 干嘛 小川哥 别理他 继续看 小川哥 好 小川哥 你开门啊你 能不能有点场是有点底线啊 交通规则会不会遵守 能不能送我去学校 很近的 根据协议第三十条 以防不得给甲方增加协议规定以外的麻烦 我知道老板 来不及了 我今天早上还要上去也指导课的 真的不能迟到 不行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折腾了我一宿 我早就回学校学校了 哪用道理 你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你 你就当一回好人吧 好吧 我也好 绝对绝对不会找你 也不会跟你惹麻烦的 我保证 不行 你要不送我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上车 进去 进去 南城大学 谢谢 好嘞 清清 清清 一夜未归 原来有人是去泡汕哥了 你别说了 我现在只想睡觉 你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 快让我们这些单身狗 感受一下爱情的小伙伙 你说啊 说啊 那不是 那不是 好帅啊 真好帅啊 你 真的是他 我 你把我拉车里了 说吧 我真的去他家了 原来是真的 你们好 我是周建青的未婚夫 他这个人呢 什么都好 就是有个坏毛病 有时候 爱开一些 不太合适的玩笑 是 我经常嘴上关不住 大家别当真 就用他两分钟 就用他两分钟 他什么都未婚 干嘛跟他们说 你是我未婚夫啊 难道我就任由你在外面胡乱诋毁我 行吗 我们俩扯平了 我先去上课了 以后没事 别来我们学校 等一下 手机拿来 手机拿来 有必要这么严谨吗 既然签了合约 就得严谨 以后在外人面前 我们 就是未婚夫妻 我 还有 如果再听到你在外面跟别人乱讲 知道了 旅行之子 帮你演未婚妻 不过你就不用帮我演未婚夫了吧 要是我还能谈恋爱就结婚 这不是桃花都要你儿了 老实点 我很容易生气 我走了 拜拜